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见证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明开始做见证 传道书七章十四节 欲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 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去年八月九月的时候 我离癌那时候我三十八岁 我诊断的癌症类型是喝吐阳性的乳癌 感谢神我觉得神有美好的安排 只是我们当下不明白 所以在仰望的过程中 我在寻求从神而来的平静 因为我一直记得圣经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所说到的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之后是我的先生 之后一开始就跟我说 以后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要做见证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 每一步艰难都看见神满满的恩典 就像神在跟我说 你不要怕 我必与你同在 你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就像在以赛亚书 四十一章世界所告诉我们的一样 去年发生确诊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忽然有一种感觉 就是四那一道墙忽然来到你的眼前 那么近那么近 其实因为我的工作是医事人员 所以我一直都知道 以现在的生活环境来讲 离矮坦白说 可能几乎大家都会碰到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这么早这么年轻我就遇见了 而且我原本就有定期在追踪 乳房概化 良性概化的状况 而且状况都很良好 因为我自己是医事人员 所以我定期在有状况 随时都做切片 或者是说定期半年三个月 那一直都很稳定 所以医生就说 一年就好了 所以其实我在有确诊离癌之前 我在前年的12月都还追踪过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到去年的8月 那时候疫情 从去年的5月开始爆发之后 一直到7月8月开始趋缓 所以其实工作就开始变得十分忙碌 因为前面没有承接的业务 全部累积到后面 那在2021年的8月开始 我明显感觉到有抽痛 然后后来有发现硬块 自己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 就想看医生 可是实在挤不出时间来 我就想说 等到工作方便的时候 可以请假 我再去 那很感谢神的一个安排 就是其中有一位同事 其实不太跟他聊 这件不太会跟他聊到 这些切身的事情 那无意中他知道了我的状况 我觉得想看医生的状况 然后他就主动说 他要帮我协助工作 然后让我抽空赶快去看 可是因为那天挂号 已经挂不进去了 所以我就想说 好吧我就打电话问问看 因为都是院内的同仁 我就问问看 如果可以我就去 如果他不让我家挂就算了 我就这样想 那很感谢那时候 整间大姐就说 你赶快来 不用等 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就赶快去 那那时候去的时候 医生跟超音波的技术师 已经有明显发现 皮肤是发烫的 他就说奇怪 怎么那么明显 那他们就怀疑是发炎或感染 所以就用抗生素治疗 他说吃一个礼拜看看 但是吃了一个礼拜以后 都没有差异 那医生就说 那我们进行切片检查 然后继续再吃另外一种抗生素 然后再治疗一个礼拜 那他 我第一次看诊是9月4号 吃一个礼拜以后 9月11号 就进行了切片 9月15号我就想说 嗯 虽然说看诊时间还没到 但是我猜病理报告有可能出来了 我就在中午吃饭的时间 就上医疗信头 先查询自己的病理切片报告 输入病例号以后 电脑就跳出了整页 都是粉红色的报告内容 那 通常挑出粉红色的底图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报告是异常报告 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我有愣住 那我就看一下诊断 我就想说 是不是我误会了 那个诊断的意思 我还把它复制下来 贴到Google上面再翻译一次 因为我想说 是不是我血液不经 自己记错了呢 结果看完以后 当下本来在吃牛肉面 我已经吃不下了 因为我还在想 或许 还有其他的解释吧 我就想神啊 我还那么年轻 那个时候办公室里面 其实满满都是人 可是我们却显得很孤单 更加的孤单 但是很感谢神 我们有无所不在的神 我当下就到洗手间里面去 我就在想 凡事有神的旨意 求神带领 我想到这边 我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应该要静下来 好好的把午餐吃完 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虽然我已经不知道 我在吃什么了 可是我心里面知道 我要更努力活下去才可以 当天下午 下班 我就马上买了 自己一直舍不得买的新摩托车 之后就很惊讶 发现说 我却没有十分的开心 他就很敏感的有注意到 其实我打算一个人守着这个秘密 一直到中秋过后 因为那时候已经快要中秋廉价了 所以我想说 不要影响大家开心的心情 因为很多亲戚会回来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相聚 我不希望破坏大家的心情 所以我本来不打算讲 我想说等到 一点串的检查结束之后再说 可是之后他的敏感 他就追问我 当他一追问我眼泪就忍不住了 我跟他说 我相信 神有他的意思 约伯记二章十节说的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不也受获吗 9月17号看门诊 医生看到我的病理报告 他也吓一大跳 因为他一直都知道 我们很规律的在追踪 这些良性的囊种 但是这一次的病灶 却是全新的位置 跟之前的那些良性囊种 都不相干 所以因为又是同仁 也是医生 他跟我说 来势汹汹 所以马上安排乳房摄影 腋下的切片 盒子共振 正子摄影 因为那时候 我们所要期待的 不是离不离矮了 而是期待 到底是三期还是四期 因为一线之隔 会代表我的存活率就不一样 我们很担心说 如果是四期 那就是已经扩散到其他的地方了 所以字号其实十分无助跟惶恐 因为在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我们还没有跟其他的家人说 所以字号那个时候就打电话 请船到来帮忙带导 交托给神 因为短短的几天 真的度日如年 真的是一种煎熬 所以当请船到帮忙带导之后 交托给神 我们两个就觉得平静了许多 诗篇四十二篇十一节 我的心啊 你为何烦闷 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9月24号看了阵子报告 那就安排治疗的时间 手术之前会先做化疗跟标靶 一共是双化疗 双标靶一共四种药物 手术之后还另外需要 12次的双标靶 9月28号就进行人工血管装置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打药 非常感谢神 因为很顺利 然后安排的也很迅速 因为也担心有扩散 或者是有其他的变化 那时候就感受到 出处都是神的怜悯跟安抚 因为神让我可以平静的 去安排后续的工作 还有治疗 一开始我看见简讯写 重大伤病证明 审恒通知通过 我看到那个简讯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觉得很复杂 我到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发现 我都避免将癌症这两个字说出口 我在跟人家讲交谈的时候 我都会讲英文 或者是我就会 甚至我跟一婷讲的时候 跟我的孩子讲 我就说恶性肿瘤 所以疫情到很长一段时间 都还不晓得 妈妈得的是癌症 她只想说妈妈只是恶性肿瘤 所以我后来才意识到 或许我潜意识觉得我只要不说 那就不是真的 有一次在电视节目看到 有一人他在访谈他理癌治疗的过程 然后他就讲到说打药 打了化疗的药之后 整个人的状况 我看到这边我就转谈 我就不想看了 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等待 还有忍耐的过程 等待宣判扩散与否 等到副作用来 等到痛苦消逝 等到指数通过 等待再次的摧毁跟攻击 等待希望来临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问的 就是我的育后 还有我的存活率是多少 其实以前还会担心说 变老了啊 会不再年轻了 可是后来才发现 原来变老是一种幸福 因为你还有变老的机会 所以我就跟一婷分享 跟我的孩子说 顺利的时候要感谢很容易 可是神有吩咐我们凡事谢恩 所以我们要一起学习 在患烂里我们也是感谢的 因为疾病已经带走我的健康了 不能够再带走我们的快乐 打药到后来 本来想说已经有打药的经验了 可是才发现原来不是这样 因为本来知道说 我有精致要怎么应付它 一次比一次更认真的吃 然后我不断的强迫自己要补充蛋白质 跟那些营养成分 可是白血球却是一次又比一次的低 因为如果低就会影响疗程 就没有办法按照原本的时间治疗 就会在延后 又担心会出现其他的状况 越到后面又越出现新的副作用 甚至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 所以我很沮丧 我想说怎么会变那样 然后那时候照顾的 照顾我的护理人员就有说 因为你一次一次药物的累积 的确会让身体的负担更加重 麻烦下一张 有好几个好几个晚上 很安静 但是很黑 因为我只能像虫一样在床上 卷缩着 然后不停的挣扎 我只有听到自己很卑微的声音 而且我没有别的方法 我只能等待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结束 所以每一次 在经历那个过程 我都觉得充满了无望 而且很哀伤 然后第一次次 打药完之后 就因为白雪球太低发烧 所以进行保护性的隔离 就是 怕自己受到感染 因为白雪球 正常人要四千五到一万 那时候只剩下一千多 所以就是住院打白雪球生成针 跟抗生素 但是第一天住进去就瞬间发烧 然后整个人就一直抖 抖到自己都吓到 因为完全没有办法克制的 很明显的发抖 那时候 护理人员就有跟我们解释 他说这个半个小时的寒暂 没有药物可以帮忙 你就是等他 过去这样 抖完以后就狂吐 然后一直反复这个过程 十分的难受 在那个时候同一个时间身上 大概有六到八个针孔 不是说医护人员技术不好没打到 而是都有各个用处 有手臂上的 有肚子上的 有静脉注射的 有抽血用的 然后打了好几天的针以后 白雪球终于上来了 甚至还超过 那时候我就开玩笑 说我又满血复活了 虽然说那个是短暂的 就是他把你的白雪球 忽然往上拉 但是他其实就会让其他的雪球 瞬间下降 但是至少他有短暂的上升 虽然那时候 我的雪小板反而 本来正常人是13万到40万 我只剩下4万 不过至少我可以出院回家 所以我很感谢神的是 刚好那时候有病友跟我分享 要留意白雪球过低而造成的那种发烧 所以我有警惕 只要温度体温一变化 我就就医了 所以很感谢神 不至于说病情急转直下的时候 在家里面很忙乱无助 所以就算我是医事人员 也没有办法预期病情或者是症状的变化 所以人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人 没有 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我有神是掌管一切的 所以治疗过程中我觉得我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我只能专注的面对当下 专心依靠神 那时候 那时候落法的情况就像恐怖片一样 然后指甲就会像中毒 有一圈一圈的黏伦 那他们说会有黏膜受损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只有嘴巴 所谓的黏膜受损就是 只要你全身上下有黏膜的地方 全部都受到影响 全部 所以没有办法从外表看到的 那时候拉肚子拉到肠子都快拉出来了 整个嘴巴 占到数个月都是满满的金属味 所以吃什么喝什么味道都很可怕 手掌脚掌都是起痒无比 然后麻刺 有时候躁热有时候胃寒 然后晚上醒不像醒睡不像睡 那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个叫做癌疲憊 癌症的癌 就是说话走路都没有力气 很虚弱 所以那时候去打白雪球 生成真出院之后 后来回医院打的时候 然后是有家人 两边帮我参扶 然后带我去医院的 因为我连下楼梯都没有办法 然后有同事 其他的同事 可能有偏见我去医院的情况 然后就谣传说 癌症快不行了 那时候 因为白雪球 红雪球 雪小板受影响 所以很容易无预期的就一直流鼻血这样 然后有时候留会留一个小时 都止不住 到最后因为鼻联膜的关系 连呼吸都很痛 因为很刺痛很尖锐 那时候想要好好唱诗都很喘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躺也不是 就这样数月 数日 那时候真的很卑微的 只希望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我可以好好的睡一觉 让我好好的睡一觉就好了 诗篇三十一篇九节 耶和华求你连续我 因为我在极难之中 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憋 连我的身心也不安疏 我那时候都在想说 这是不是叫做遍体鳞伤 因为有好几次我都撑不住了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了 然后在家里线上聚会的时候 就听到传道长子 再次的阐述说 神不离弃我们 绝对的与我们同在 当知道这个美好的操练 是为了属灵的更新 然后要相信神有全备的恩典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很感谢神的怜悯 因为神借由 长子传道的道理 提醒我 让我不要忘记 因为这是身为神儿女的福分 所以当我听到长子传道再次说火炼金金的道理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说这是神要提醒我 因为要藉由苦难 塞掉不好的不需要的部分 然后留下的就是坚毅就是勇敢 因为每一次打药就会重复的去遭受这些 所以我都会开始算我还有几天的日子是清醒的 然后每一次倒数 然后时间靠近就觉得很害怕 因为你就知道自己又要再帮 把自己推进去那个 你已经知道的像行球般一样的折磨 所以每一次都觉得很想逃 觉得很无望 那时候我心里面 就很期许自己可以定睛看向耶稣 不要像行走海面的那个彼得一样 因为周边的风浪受到影响 而心心动摇而下沉 有一次线上聚会 长直勉励到 我们应该要抱着感谢的心 仰望的心 只要等候寻求神 我们一定会在主里面看到 一定会走得比没有神的那些人更好 所以我在跟家人聊的时候 也有聊到说 我们跟卫性主的人 当我们面对生命的中途的时候 到底差别是什么 我们就觉得差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有天家的盼望 我们有方向 我们有目的地 所以我们不至于会很茫然失措 所以在这种磨难的时刻 人帮不了我们 我们只有神 所以神那时候就会很像曙光一样 胜过黑暗 带来盼望 麻烦下一张 那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不管外面是不是阳光明媚 还是外面很冷 你都是很难受的 但是你当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 就算外面是风雨 你也觉得那是一种生活的意境 所以 那时候我就感受到 当你的身体跟灵性很软弱 无论何境地 你都是摇摇欲坠的 可是我们平安 不是无风无浪 而是说在风雨之中 你还可以倚靠神 不害怕 因为从神而来的那份平安 是不论外面的风雨有多大 我们都可以平静安稳 平稳安静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就紧紧地抓着那一份盼望 那份应许 因为我相信 从神而来的力量 约翰福音14章27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因为一次一次状况越来越不好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 我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撑得过去 我有意识到 是不是自己交托的不够 所以有好几次字号都问我 是不是不相信神 会缓解我的不舒服 我总是很安静 因为我在想 神不一定会按照 我所求的成全 我怕我求的 不是神所要的 就像圣经说的 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神帮助 所以字号就免疫我说 圣经有讲啊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就刚好安息日长子 也传到分享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果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所以其实是我自己 明明就站在神大能的手上 可是你还是 自顾自的去调整那个重担 你不懂得要去放下 也不懂得情愿顺服 所以以前祷告的时候 就会很怕有没念到的 所以祷告的内容会很长 然后有时候还会补祷告 因为觉得 嗯我好些东西没有讲到 可是现在反而内容就变得单纯了 因为其实神早就知道 我们所想的是什么 虽然过去是知道的 可是就是无法真正的放下心 所以你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念那些自私的内容 就怕有漏的 现在有时候 在那个过程中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或者是说些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一定晓得 我自己需要什么 所以有时候祷告是空的 虽然我现在祷告不会长篇大论了 但是却是一份安心 是一份交托 是一份放下 因为明明其实 我们有一个特权 就是圣灵会为我们代求 所以其实祷告的时候 只要用清洁的心去祈求 全然安心就好了 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祷告完以后 会让 像我觉得比较清神 而不是沉重的 以赛亚书55章9节 人怎样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觉得神有神的旨意跟意思 因为神会安排的 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道路 但是不一定是我们要的路 因为第五次化疗以后 白血球一样偏低 而且越来越低 所以变成我延长了治疗时间 各四周才打第六次 所以延长的时候 出现了抽痛 就像我一开始 离爱前的抽痛 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不安了 我开始担心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自好跟我说 我们有神 后来我静静的思考 对神如果愿意 我有什么可以怕的 可是如果神有其他的安排 我怕又有什么用 在第六次化疗结束之后 有一天我梦到自己变成四起了 从三起变成四起 那我在梦里面喊叫 很崩溃说我好不容易熬过化疗 为什么 我不想再做化疗我也不想死 然后哭到醒过来 而且哭到无法释怀就哭很久 我在想那时候 其实是看起来 似乎很平淡的 我心里面很深的恐惧 不过我被下行眼睛睁开的那一瞬间 我心里面就喊着 没关系 我们有神 这是神的怜悯 跟安慰 我一直没有办法平复 那时候被下行的心虚 所以我就跪下来祷告 让圣灵为我们代求 希望神让我重新回归平静 我那时候希望神 就是我们的牧者 他可以用掌 击退那个恐惧 用肝 帮我从那种无望中 重新拉起 所以人的意志 有时候好像可以坚硬如山 可是有时候也是脆弱的 就像薄冰一样 不堪一击 我有神 可以让我们回归 稳定跟安静 结果2月14号的时候 重新回到门诊 因为甲状腺 忽然之间明显的肿大 后来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说 可能要厘清是不是转移 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 double cancer 就是是双癌症 看诊的时候 我让自己平静 很努力的让自己平静 可是我心里面其实很混乱 我努力的不让自己在医生面前掉眼泪 因为我心里面想说 我不要再化疗了 我不要 因为我不确定 我还不能能不能够成过下一次 那时候瞬间脑子是静音的 又空白又耳鸣 又空白又耳鸣 晚上回去 之后就从袋子里面拿出 情人节巧克力给我 因为那天是2月14号 虽然他之前很少这样 但是我们没有说什么 我们对看以后 我就热泪盈眶了 我就跟字号说 神要给我们的礼物一定很大 因为约伯他遭受患难的时候也是这样 神爱的他才会管教 然后字号就跟我讲 管教是有犯错啊 我就跟他说 你如何知道我们没有做错事呢 我觉得神一定有他的意思 到后来要接触 开始执行手术了 才发现说 重建有各式各样的方式 可是都有他坏死 发言 畸形 硬宽 软缩的风险 所以那时候就等于 我只能选一个 不那么糟的方式 因为每一个方式 都无法进入人意 本来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在意 我那时候都觉得落法是最舒服的副作用 因为不会痛 只是不好看而已 但是我觉得那是最轻松的副作用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在意 可是后来 我才发现我大量的购买帽子 头巾 然后我就开始捐出 送出去很多我用不到的法师跟衣服 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我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不在意 其实我还是在意的 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 我只是希望把握一点点机会 让自己看起来像大家一样 后来因为各式各样都会有畸形的风险 所以我都躲在房里面听着诗歌 然后不停的哭 希望神可以带领我 那个礼拜要决定手术的方式 我觉得非常的漫长 因为那个感觉就是我检查陆续做完以后 我带次等候宣判 到后来 正直摄影初步排除 甲状腺病罩的恶性 但是又确认了 可能要做放射腺的治疗 所以 在那个过程中 我就觉得 无论用什么方式 都不是理想的状态 再一次跟 北部也是医师的舅舅 讨论我的病况 我就将我的报告光碟寄给他 然后 姐姐才跟我说 原来我的病灶是布满的 整个右侧乳房是布满的 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 原来医师他嘴巴里面讲的弥漫性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一直问他几公分 他讲不出来 他就说他就是弥漫性的 那我一直听不懂弥漫性到底是什么意思 后来才原本 才知道说原来他的弥漫性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整个都是 所以我很感谢神 我是化疗治疗后才发现 如果我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 我会更加的悲观 而且会更加的情绪低落 到后来医生改变了治疗的方式 因为在手术之后 有发现仍然有残存的肿瘤 所以就将12次的双标靶 改成了14次化疗结合标靶的单一药物 所以当我听到化疗的时候 我就很冷静的让自己听完 等到出了诊间我就忍不住发抖 因为化疗那时候带来的无望跟摧毁 真的太可怕了 这个过程中我很感谢神让我有属灵的同拜 我有感受到主内联婚的美好 因为从一开始 神就让志昊我的先生跟我一起承担这个难题 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说 如果今天我的先生跟我不是相同的信仰 我有没有办法去度过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到后来重建之后 我又陷入了另外一个矛盾 因为避免软缩跟畸形 所以你要每隔2到3个小时 就按摩10到15分钟 但是实在是很为难 因为你不可能一整天 都去做这个按摩的动作 然后发现按摩完之后 开刀的那一侧手臂 非常的不舒服跟费力 那因为开刀完那一侧是避免伤口 也不能处理也不能提重物 所以我就开始陷入了矛盾 我到底是要 等于说你要选择畸形 还是要选择淋巴水肿 我那时候就陷入了窘境 我不知道无法驱舍 人没有办法预设那些并发症 只有神知道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应该要全心的交托给神 求神带领 求神给我勇气 还有信心 感谢神的怜悯 一路上 不间断的 都有家人亲友 还有同事 给予各式各样生活中的资源 还有补给 神感动身边的人来帮忙我 让我不至于沉重 没有办法附和 所以那时候真的有感受到 软弱有多少 恩典就有多少 在过程中 有人用手写经节跟我分享 有人创作诗歌安慰我 有人帮我准备漂亮的圣经 有人特意拨时间探访我 陪我说话 或者是为我准备充足的营养品 所以我感受到 大家默默的在我身上 行出的那一份爱 而且他不期待从我这边得到什么 而是用信心 还有用行为 将从神那里的那份爱 做在最小的我的身上 就是因为这种 无条件的温暖跟恩慈 所以让我可以继续忍耐下去 坚持下去 不至于失而盼望 所以我也期待我自己 我也可以将这一份 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神的爱传出去 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 那个水中送炭的人 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麻烦下一张 过程中有时候觉得 好像软弱无力 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可以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的生活 跟信仰一样 起起伏伏 软弱有时 有时候坚强 有时候软弱 所以很感谢 我们有家人 有亲友 有同龄 有团契 所以在神里面 我们可以彼此帮布 因为我们不会永远坚强 也不会永远软弱 所以我们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 一起学习爱人跟被爱 因为我们一起扶持 就可以走得更远 后来开始进行手术后的14次治疗 虽然说很忐忑 但是也很平静 虽然有不安 但是我也感到放心 至少我知道方向是什么 那这份安定 我想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那时候我很期待 我的副作用 接下来的副作用可以少一点 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管道 生活的轨道 但是第一次打完之后就发现 有很多的副作用出现了 其中有一天就是睡到半夜 然后忽然觉得喉咙怪怪的 我就坐起来 然后就发现原来是流鼻血 那我就坐在外面 低着头 然后就看到垃圾桶里面 开出一朵朵的红花 因为我知道他大概不留一个小时不会停 我都说神啊 请你不要让我失去信心跟仰望 我觉得虽然这是人生的低谷 可是却沉满了恩典 我觉得很美好 所以我现在可以站在这边 这个过程中 常常要住院 所以我会有一个专用的住院包 然后一次一次 PCR的裁剪 可是我心里面更有一个 精具安慰包 因为这段时间神的话变得非常的 珍惜跟渴望 我觉得神的话 就好像是我们信仰上面 灵命上面的白雪球 生成尊一样 因为每一次都可以让我重新满血复活 这是一个不断失落跟拯救的过程 不停的循环脆弱跟坚强 不停的有疑惑的时候 又有信心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 无论是新生长出来的头发 或者是皮肤上面的小血点 或者是那些凹陷的疤痕 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恩典的记号 现在我依然软弱 可是我更加坚定的是 那一双不可以放掉神的手 要紧紧握住神的手 因为神知道我所行的路 因为当我脚下没有立足之地的时候 抓神的那只手就更紧了 所以很感谢神 神有美好的旨意跟安排 所以我当学习安静还有忍耐 因为我相信 这是神给我的礼物 还有机会 麻烦下一张 最后还有一节经节 跟大家一起分享 麻烦下一张 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今晚的见证分享到这边